近年不少新盤都会有不同的折扣优惠 部分可高达楼价的20% 于申请做案揭示 银行一般会要求以扣减发展商优惠后的折实价 即续称的光珠价 去计算案揭成数 如果扣入前未计算清楚 或会出现失预算的情况 近日我们有个求助个案 客户扣入一个新盤单位 临约上的售价约550万元 发展商有提供到印花税补贴及家私礼券约20万元 客户没有注意到银行会把这些优惠是作售价折扣 在申请按揭时会先扣减这些补贴金额 才去计算按揭成数 客户自行计算时 一直以为可用折扣前的售价借尽80%按揭 即是他可以借到440万元 未计按揭保费 连同发展商的补贴金额约20万元 客户首期资金总额只需约90万元 550、440、20 便上他可以做到约83%按揭 不过事实当然是做不到 客户实际上 只可以用光珠价 即530万元 550万发展商补贴20万元 去做80%按揭 即最高贷款额为424万元 未计算按揭保费 教客户原来自行计算的小料16万元 亦即是客户的首期资金总数额要有106万元 530至424才可 幸好客户在扣入单位前 其实已预料足够首期资金 只是看到发展商补贴时 才想到能否偷鸡借多一点 所以不用筹首期 只是感觉与原来想象有一点落差 这个案中客户虽然对林药价与光珠价的差别有误解 但由于客户的楼价在600万以下 仍在可造楼花案揭的案保范围 事已影响不是太大 不过 过去我们曾有个案 客户林药上的楼价是605万元 由发展商提供额外4%楼价回赠 回赠后楼价是约580万 虽然回赠后的楼价符合可造楼花案揭的案保范围 但由于林药上的楼价超出600万元 银行拒绝客户的楼花高乘数案揭申请 最高只能做到60%案揭 客户最后要先行选用发展商一案加二案计划 代入伙时再财转回银行案揭计划 由以上个案建议在在买入新盘前 先找专业的案揭代理协助解读价单上 不同付款方法的利弊 预先先考虑好要选用哪个付款方法 及风险成本 便可以避免出现上述个案中的尴尬案揭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